据了解,疑胸患有妄想精神分裂症 有精神科医生说患者极少具攻击性 但可能会突然受到外来因素触发暴力行为 警方凌晨交代凶案调查 说疑胸有精神病记录,需要定期复诊 初步了解和两个女士主并不相识 据了解,他说妄想精神分裂症 3月曾经看过医生 也有住院记录和暴力案件案底 有精神科专科医生说 精神分裂症即是思觉失调 患者会出现妄想、幻想和幻听 相关的幻觉,其他人不会知道 也难以得适患者是否发病 精神分裂症患者或会出现被迫害妄想 他们会对个别性别、膚色 甚至是穿着特定颜色的衣服、饰物的人 执意他们会企图对他不利 思觉失调会否有暴力 其实大多数思觉失调的患者 很多99%都是没有的 具有攻击性也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其中一种因素可能是一些急性 思觉失调的症状 但是也不排除其实第二些 譬如说性别、岁数、性格 以前有没有攻击性的行为 有没有濫用毒品、兴奋、冲动的程度 也有精神科专科医生说 会多方面评估病人包括有没有暴力倾向 决定是否需要入院治疗 我们都会看到病人有没有蛛丝马迹 譬如他担心会很疑惑 甚至会很愤怒 提到某些题目 甚至以前已经曾经伤害过人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专业的同事都会担心的 如果他可能是食药不齐或打针、复诊都不齐的时候 他们的变化就真的不可以预测得到 因为他何时有这个声音 而声音的内容是什么 是会有些不确定性在那 我想最重要的是 其实很老实说 医病永远都是的 早点去诊断、早点去识别、早点去治疗 一定会将那个问题减到最低 社福家立法会议员认为 现在对精神病患者的支援不够 尽快要审视现在那个精神健康的服务 无论是日间、院舍、辅导服务 一直来说我们都觉得不足够 很多个案都是放在那里 没有很详细去跟进 他又说疫情之后 市民的精神状态不太理想 政府需要认真关注 无线市记者 刘俊玉部